字幕志愿者 李慧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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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李慧薇 今天是9月17号 星期二 中秋节 今天是我Regular的 New Realtor Training 的日子 所以每周呢我会有一次来公司 帮我们的New Realtor上课 然后辅导 今天我晚到了一些 12点我们有个Appointment 所以我现在赶快上去 要跟我们公司的Realtor 谈我们10月的写生活动 我们的办公室在二楼 一般我想运动的时候 就走楼梯偷懒的时候 拿重一点东西我就走 坐电梯 我手上抱着一个 10年前的Fundamental of Real Estate 厚厚的 现在大家都用电子版了 所以这个是10年前的 因为我现在想开始给 给我们的Agent训练 根据这个内容 好好的教大家 刚刚我们做完一个meeting 就是我们打算10月份呢 要办一下公司的活动 金秋写生 做公文公司Realtor 我们Realtor的各剧专长 刚刚是天津美术学院专业的大鹏老师 他要带大家去做一个写生创作 所以我们在谈的过程中 已经有了一个idea 就是我们要利用这车金秋的叶子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装饰品 装饰品也可以实用性 也可以给大家带回去的 所以我们现在把地点时间 跟内容都想好了 非常有效率的一个很短的meeting 但是达到很多成果 那下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办公室 这是我的办公室 这是我的办公室 我们的预算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是走小清晰路线的 这是我的办公室 Manager office 然后我的partner Rachel 现在正在开会 Rachel和袁超的办公室 因为我们是轮流on duty的 这个后卫呢 是我坚持的 我很喜欢我们挂了很多很多盆栽 我们想让Rachel进来 觉得就像一个很relax 像咖啡屋的感觉 所以我们还放了一些高脚椅 然后中间呢 有时候我会给大家带在瑜伽 冥想meditation 所以我在办公室也放了一些水晶波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整个提升能量场 这是我们的大会议室 因为今天有中秋节活动 所以现在很多 准备了很多糕点 现在是下午一点 一点到两点之间 今天是中秋节 我们请我们公司的realtor 还有一些朋友 来参加中秋节的茶会 然后待会两点 我会做New Realtor Training 所以有一些是我们的New Realtor 还有要来准备听课的新同学 我们这次其实我们的课呢 会有五位讲师 那今天现在现场有三位 介绍一下Jim 我们的Top Producer Jim成他会是我们的讲师之一 那当然我也是最主要的讲师 然后Rachel也会是我们的讲师 他从业二十多年的 非常有经验 二十二年的地产经济 所以我们的试资真的很棒 大家好 我是金银地产的这个owner之一 也是做了有二十二年在Cary做这个地产 从事专职的地产工作 那么我现在主要在公司负责的是 物业管理的这一块 我们现在在手上管理的物业 已经接近一百间了 就是希望各种类型的房屋都有 如果大家能够去就是像一家人 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然后有什么大家共同分享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基产之家 我是Aiden 我是Aiden Airbnb Manager 已经帮我工作了多少年 快六年了 有这么久吗 2019开始 对 准备要卖房子了 自己说一下新的 就TVB人工作很开心啊 他给你很大的自由空间 让你可以自己发挥 所以我很喜欢这些东西 现在叫Tesla王子 哈哈哈哈 好 现在是下午三点 那个豪闯刚刚讲完他的讲座 他纠战雀草把我一小时用掉了 哈哈哈哈 讲得很精彩 讲得很精彩 没问题 首先Charles讲的逻辑非常清楚 这是我很喜欢这种方式 从最浅显的 然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 问题越来越深 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好 我很喜欢这种方式 非常感谢魏云今天 就说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些信息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呢 就说将来呢 我们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那接下来我要做 我们的New Realtor Training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是讲得很细的 所以我们大概今天 剩下半小时的时间 我会给大家再做一点训练 现在是五点钟 一般我下班回来 尤其现在趁现在天气还可以呢 我会尽量在家附近走走路 希望能办到一天一万步 但有时候真的很难 然后我通常都是利用这个走路啊 做家事的时间听书 因为我们我现在在 我们在卡城也成立一个 卡城读书会 有快要十 今年已经步入快要第十年了 我们现在正在读的书是 世界与和平 最近我自己比较爱听的是 那个哈林格的家族排列的书 因为我在我也在拿这个执照 那这个他的书呢 越听越有意思 因为是非常哲学 走到另外一个level 那我觉得读他的书呢 让我在觉得整个人生 是有很大的进步 可以让我想作为一个助人者 得到更大的滋养 哈喽现在是下午五点十五分 九月份 所以九月份这个是个时间点呢 出来散步真的是最漂亮的光线 也最好的季节 六点十五分 我吃晚餐了 平常我三餐不太正常 这是我的晚餐 羊排跟柿 萝卜 现在是七点三十八分 吃晚晚餐 上下班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正常的 但对我来说呢 是很很很要一个适应期 因为我们做realtors 一直是自由时间习惯了 做地产经济呢 我们其实是随时都在工作 但是我兴趣爱要很多 所以基本上我很少让自己耍废 我自从今年三月开始 我每个礼拜要两天on duty 要进办公室 那很自然的 我回到家就什么都不想做了 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体会到的时候 我终于懂了什么叫葛优堂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我葛优堂的地方 就是说实话 因为我已经不太有看电视的习惯了 但是现在回来就只想傻傻的躺着 不想做太多思考的事情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我准备要睡觉了 我一般很晚睡 但因为准时眠 现在十一点对我来说不算晚 算早 对我的marketing 小朋友nathan交给我一个作业 要我记录今天那一天 本来他是要记录我作为精英地产的broker 结果今天被我歪体歪成 独居老人 空潮期的一个独居老人 怎么度过他的中秋夜晚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没有任何觉得 哎呀孤独啊 我心里觉得很满满的 虽然我一个人过 我的孩子都去念书了 我的先生大部分时间也会在班服务 我觉得是因为我有了精英地产公司 有了C的公司 然后我渐渐的觉得我公司的agent 跟我的员工 见到面的时候都很快乐 有家人的感觉 真的有像我们当时想说 我们想成立一个公司 让我们的经济感觉不是单打独斗 而是有互相支持 互相是family 所以今晚呢 我还是觉得心里充满满满的幸福感 满满的祝福 给这个皎洁的月亮 说晚安 也跟大家说晚安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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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